所以不管是哪一方的势力 都会保持一种默契 他们绝对不会到酒店附近乱来 一行人住进了这家酒店之后就安顿了下来 叶浩轩刚洗完澡 门铃便响了起来 他透过了猫眼看到刘晴来了 刘姐还不去休息吗 叶浩轩打开了房门让刘晴走了进来 刘晴很显然也是刚刚洗过澡 她裹着一件浴袍 但是看她的神情有些慌张 叶浩轩相信 她并不是故意地穿着浴袍来勾引自己的 叶浩轩 我来这之后 感觉到这里有些不太对劲 刘晴有些紧张地说 来到这里之后 我感觉我内心的恐惧越来越深 而且我一闭上眼睛 就会看到那个魔后的样子 别怕 叶浩轩安慰 刘晴 这可能是你心里的原因 没事的 我们这次来这里 就是解决这件事情的 可是 我真的好怕 叶浩轩 我真的从来没有这么怕过 刘晴有些哀伤地说 我能不能 晚上呆在这儿啊 这 好吧 叶浩轩一头黑线 她苦笑了一声 行 你 你就在这里待着吧 没事的 刘晴裹了裹浴袍 她或许是没有意识到 自己这个有意无意的动作 会对男人造成多大的诱惑力 她欣喜地对叶浩轩点点头 然后便留了下来 叶浩轩休息不休息 那都是一样的 但是留情不一样 她是普通人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三点 她早就困得不行了 来到叶浩轩这里之后啊 她感觉到整个人 身体都为之一松 她倒在叶浩轩的床上 很快便睡着了 叶浩轩左右无视 顺手就拿起了一本 当代的医书看了起来 这些医书都是这些年来 中医学院 或者是其他的中医学院的教材 是国家统一发行的 有几十名知名的中医 联合颁布下来的 虽然比起以前的教材 那要好上很多 但还是有一些问题存在的 叶浩轩一边看 一边在医书上做出了一些批注 这些批注都是她发现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就是要在以后提出来 然后和教育局方面的人沟通 然后做出改动的 看了一会儿医书 叶浩轩倒也是发现了不少的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 室内的灯光忽然 忽明忽暗了起来 叶浩轩抬起头 天花板上的灯瞬间便恢复了正常 就在这个时候 她的心中一灵 她心眼一动 放下了手中的医书 然后走了出去 随即她身形一闪 身体化作了一道残影 迅速地离开了酒店 赶到了停放木乃伊的地方 另外一条人影几乎是同时赶到 叶浩轩右手一紧就要出手 而就在这个时候 她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自己人 叶浩轩这才发现 刚刚和她一同赶来的那个人 是李玉 她的神色也有些凝重 叶浩轩放下了手道 李教授 你也感觉到了吗 是的 我也感觉到了 李玉点头 她拿出了手里一支强光电筒 罩着那个长方形的盒子 这件盒子上面的封印是完好无损 刚才可是有人过来 对这东西动歪脑筋呢 叶浩轩指了指长方形的盒子 据你所说 这是法老的尸骨 对吗 对 就是那个年轻法老的尸骨 她和那个魔后 有一段恩怨纠缠 所以弄她过来 必要的时候 跟那个魔后做抗争 李玉道 但是会有谁 对这个几千年的木乃 一感兴趣 叶浩轩不解道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李玉摇摇头 也许是这里的一些宗教组织 也或许是当年魔后的余孽 还有可能是法老的后裔 总之这个地方的势力错综复杂 我们必须得小心才是 李玉叹了一口气 我感觉这件事情是越来越复杂了 本来这就是一件复杂的任务 叶浩轩笑了笑 走吧 对方的警觉性也挺高的 闪得也挺快 嗯 好的 李玉点点头 他看了木乃姨一眼 然后和叶浩轩一起离开 据你所说 对这棺材感兴趣的 有三方势力 叶浩轩道 那么刚刚造访的那股势力 是什么势力 那就不清楚了 不过 看对方的形势作风 很小心 很有可能是这法老的后裔 如果是换了其他两方的势力 恐怕今天晚上 就要有一场恶战了 他们可不会顾忌 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他们只会明强 唉 听起来有些可怕呀 叶浩轩无奈的摇摇头 看起来 我们这一次来金字塔国之行 要变得有意思的多了 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李玉也哈哈大笑 两人一路走出 殊不知在这个巨大的停车场的上方 一条黑色的人影附在顶部 待两人离开以后 他一个闪身从房顶上跃下 然后匆匆忙忙地离开 回到了酒店以后 叶浩轩继续地看医书 刘晴倒是睡得很好 他在睡梦中露出了些许的笑意 叶浩轩笑了笑 他扭过头继续地看他的医书 一眨眼 六点了 而刘晴也醒过来了 他一咕噜爬起来 坐到了叶浩轩的床上发呆 醒了 昨天晚上睡得还不错吧 叶浩轩笑了笑道 还好 挺香的 没有做梦 刘晴连连地点头 他看着叶浩轩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你昨天就坐在这儿 坐了一夜吗 是的 叶浩轩一点头 他调笑道 那么成你希望 我和你睡一张床上 你 又不是没睡过 刘晴有些恼怒地 看了叶浩轩你 然后又不好意思地说 抱歉 我只有和人在一起的时候 才不会感觉到害怕 唉 刘晴啊 我能说你那是属于心理原因吗 叶浩轩叹了一口气 其实你只是在害怕 而且这里是金字大国 距离你的诅咒又近了一些 所以你才会害怕 但是你不一定非要和我在一起 才不会害怕 只要你身边陪伴着任何一个人 你都会安心地睡着的 没试过 刘晴白了叶浩轩一眼 我只和你在一起待过 我只知道和你待在一起 我心里踏实 好了 天亮了 我 我回去换件衣服 再过来找你 好的 叶浩轩点点头 一会儿一起去吃早餐 嗯 刘晴点头 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面 他换了一件衣服以后 便走出来 和叶浩轩一起走了下去 一个充满着别样风情的自主餐厅 这里的服务员是从各国挑选的 而且餐厅很大 你在这里几乎可以吃到全世界各地的美食 来这里自然要感觉一下抑郁风情的美食 不过去了之后 叶浩轩有些后悟 这些异国的美食 还真的是不合口味 李教授他们还没有起来吗 刘晴看了一下四周 并没有看到其他人 他们可能还有什么事情要处理吧 不用管他们 等我们吃完了之后再去找他们 叶浩轩笑了笑 感觉这里的美食味道怎么样 说真的 不怎么样 刘晴皱了皱眉的 味道只能说是一般般吧 不过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口味不一样 他们的东西 不见得适合我们华夏人的口味 或许是吧 不过你看这里其他人吃得津津有味的 叶浩轩笑一笑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服务员走了过来 送上了一份汤 然后对叶浩轩和刘晴说了一句听不懂的话 微微的一躬身边离开了 当地的名吃啊 尝尝吧 刘晴拿起了勺子 盛了一碗汤 等等 叶浩轩皱了一下眉头 他拦住了刘晴 这汤不能喝 怎么不能喝 刘晴有些疑惑地看着叶浩轩 他不太懂叶浩轩的意思 听我的话就是了 相信我 我说不能喝 这些东西就是不能喝 叶浩轩严肃地说 他端起了刘晴跟前那碗汤 伸手就倒在了地上 那个服务员似乎是吃了一惊 他不明白叶浩轩这样做是什么意思 只见随着叶浩轩手中的汤倒在地上 片刻以后 汤里面便发生了变化 只见倒在地上的汤里 白烟滚滚 片刻之后 一些奇形怪状的虫子出现在地上 这些虫子似散而去 引得餐厅里面的人惊叫连连 这些虫子的颜色太过于显眼 所以基本上可以断定 这是有剧毒的 而且他们动作迅速 窜入人群之后伤了不少的人 餐厅里的游客纷纷地惊呼着离开这里 直到最后有保安赶到 拿着喷火器把这些虫子给烧掉 场面这才慢慢地安定了下来 走 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 叶浩轩拉了一把刘晴 迅速地离开了这里 回到了房间 刘晴还是有些惊魂未定 那 那里怎么会有虫子 叶浩轩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刘晴半天才回过神来 刚回过神来 他就抓着叶浩轩的手问道 冲你来的 这个地方和魔后有关的人很多 一些人是魔后的余孽 他们想复活魔后 另外一方面是法老的后裔 他们想阻止魔后 总之这里的情况很复杂 所以我们要小心才是 我们 能不能快点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然后离开这儿 刘晴有些可怜巴巴地说 真的 我感觉我的神经整天都是紧绷着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会疯的 放心吧 事情会解决的 李玉他们的团队今天已经出发了 他们是借着旅游的名义 去实地地考察一下金字塔 那个年轻的法老虽然没有安顿在金字塔里面 但是他的后人也为他修建了灵母 而且在他的墓里面 有关于复活的盛起 魔后想要卷土重来 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 先复活自己 然后才能继续地实施 他的下一步计划 目前来说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那个神秘的金字塔在哪里 所以事情不可能这么快就解决 不过你放心吧 我答应过你 事情会有一个圆满的解决 那就一定会把它解决的 我从来不骗人的 叶浩轩笑道 有你在 我善心不少 留情悠悠地说 可惜的是 你不可能永远都陪在我身边吧 叶浩轩甘咳了两声 他有些尴尬 对于这个问题 他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他看了看时间 现在已经八点左右了 他走到窗口 打开了窗户 向外面看了一眼 叶浩轩一眼就看出来 外面有人监视着 这一整个楼层 可能有些人已经迫不及待地 要把我们给抓住了 叶浩轩关上了窗帘 他冷笑了一声 又有人来了 刘晴现在的神经大挑 一有风吹草动 他就害怕 听叶浩轩那样说 他吓了一跳 连忙走到了叶浩轩的身边 抓着叶浩轩 没事 这是监视我们 叶浩轩笑了笑 毕竟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 就算是那些极端组织 他们也要掂量一下自己 不过等到了晚上的就难说了 这些家伙们一向是喜欢 在晚上行动的